踏入2020年6月,全球各地开始出现反常天气 俄罗斯方面 6月27日,位于西伯利亚北极圈内 俄罗斯的上阳斯克地区入下 气温达到了摄氏37.8度,创下了新纪录 上阳斯克距离最近的北冰洋海岸线近几百公里 而往年6月最高温度的平均值近摄氏20度 当前摄氏37.8度的气温 根本已远远超过当地的正常水平 维尔·霍阳斯克的居民都知道 很可能会再次见证更可怕的纪录诞生 令极地的动静物生态更加混乱 俄罗斯上阳斯克被誉为全球最冷的小镇 最低气温一度录得摄氏零下67.8度 平均冬季只有零下40度 泼滚水都不会烂掉 但受热浪侵袭 这个建历是世界纪录认证温差最大的小镇 上星期六最高气温录得摄氏38度 比平时6月平均最高气温的接近20度 足足高了18度 打破美国阿拉斯加北部小镇 1915年6月北极圈最高温记录 原本科学家估计会到以100年 北极圈温度才会升到这个水平 现在高温早了80年来集 预期这轮炎热天气会持续10天 影响加拿大和北欧地区 上阳斯克北位67.5度 刚落在北位66.5度的北极圈 所处的西伯利亚5月开始热浪持续 较常年同期平均气温高了10度 是有记录40年来最热的5月 阿拉斯加西部也较平日暖 异常高温触发生态灾难 不止极地的冻土层林木带火 冰雪融化加快也都间接令发电厂洩漏燃料 西部也在超高温暖的温暖 这将尺寸鲜的汤人流入口 在尽管较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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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最近,城市感過了幾個層烘熱, 直到激烈濤火候都會看到 警察認為現在最大 hoje的熱烈濃烈 加上降了三小黃水泡, 令到一個 design油漏洩staguls了。 我能聽到你。 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 專門研究北方泥炭野火的 山火科學家Sophie Wilkinson指出 過去幾個星期 西伯利亞的熱浪 以及它的氣溫最高值 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幅度 英國愛丁堡大學 全球變化生態學家Isla Myers-Swift表示 過去30年 我們觀察到北極地區的下跪海冰 正急劇減少 眾所周知 由於海冰是白色 會反射太陽的能量 如果海冰在北極溶化 這樣能夠反射陽光的白冰層就會消失 取而代之 是顏色更深的水面 相比之下 水面會吸收更多來自太陽的熱量 它的後果 不單會令北極水域變暖 甚至可能會使周圍的陸地溫度升高 除此之外 海冰消失會直接導致陽流改變 通常洋流會將太平洋溫暖的海水帶入北極 再從北極帶出較冷的海水進入大西洋 但是 當這些洋流被改變 將會進一步提高地表溫度 並加劇北極海冰和永久凍土的溶化 而且 洋流會驅動強大的極風急流 令北半球區域裡面的冷熱空氣團移動 產生極地漩渦的反常變動 現時 科學家發現 北極已經開始有一個翠綠的草原 但實際上 對地球來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原生物種的群落會隨之改變 需要向較寒冷的北方遷移 Maius Smith 指 現時西伯利亞的溫度 達到了攝氏37.8度 令大多數北極動物難以忍受 隨著動物族群不斷向北遷移 以及北極地區變得越來越綠 都正在突顯一個可悲的現實 地球最北端正面臨一場巨變 7月7日 歐盟哥伯利大氣監測服務中心資料顯示 西伯利亞經歷了有紀錄以來最熱的6月 相比往年 平均氣溫高出了攝氏5度 高溫更導致森林大火頻生 據報導 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慈克地區 已發生多次森林大火 火災面積超過300萬公頃 估計 6月的野火 已釋放了5900萬噸二氧化碳 比去年同期多出600萬噸 為18年來最高 北極火災的規模和強度 引發外界不安 專家擔憂 大規模排放二氧化碳 會導致全球變暖 加速永久凍土大溶化 大家的記憶裏面 向來冰天雪地 白茫茫的北極 又豈曾出現過 綠草魚恩的大草原呢? 大家又有沒有曾經想像過 本應極為寒冷的北極圈 當前溫度竟然比香港還要炎熱 高達攝氏37.8度以上 可見全球天氣正出現大反常 明正十一年前 2009年 又說牧師透過2012環繞盼盼訊息 給予全世界的驚人預告 預告神秘的Planet X正迫近地球 令地球能量不斷升溫 隨之而來的 就必定是全球氣候大反常 印度方面 7月8日 正值與貴的印度北部比哈爾邦 近日暴雨伴隨強烈雷擊 不斷發生奪走人命的雷擊意外 過去十日已奪走了147條人命 沒錯 超過147人因雷擊而死亡 死者大多是農民 當中甚至有兒童在踢足球的時候被擊中 當地政府緊急呼籲民眾減少在戶外活動 過去十年 印度平均氣溫比正常高出0.36度 是有紀錄以來最熱 印度比哈爾邦災難管理部長羅伊表示 按目前情況 我們要求民眾留在室內 避免在戶外逗留 自5月15日以來 印度北方邦和比哈爾邦 累計已有315人死於雷擊 中國方面 7月1日 內地連續29日發出暴雨預警 浙江啟動水汗災害防禦響應 中央氣象台警告 四川盤地南部 貴州西南部 浙江西南部等地 局部地區有大暴雨 降雨兩達100至140毫米 其中6月26日 四川面臨沿北部突降暴雨 引發山紅 有一家五口在山紅中喪生 另有一個家庭 8人中僅3人生患 山紅過後 遍地滿目倉宜 經濟損失相當慘重 暴雨導致16人遇難 6人失蹤 四川梁山州零山子 降雨量達211毫米 重慶永州鮮龍漲價182毫米 貴州不折罩至山173毫米 四川省防順抗漢指揮暴雨 面臨沿移海鎮 高陽街道受短時間內特大暴雨影響 部分地區爆發特大山紅災害 造成房屋倒塌 橋樑道路損毀 及農作物受災等情況 四川、重慶、廣西、廣東、安徽、浙江等地 13條河流發生超景以上洪水 四川省消防航拍災區實況 院內大片農田被黎寧陰 情況相當慘烈 農作物受災面積合共850公頃 與44個香港維園相約 280間房屋嚴重倒塌 五座橋樑被沖毀 看防受損1.5公里 6月29日 位於上西土家族 妙族自治區的鳳凰古城 多處路面積水 部分水深及腰 應急管理局人員稱 暴雨最大雨量為221毫米 並集中在鳳凰駝鎮、廖家橋等地 當局葉派員撤走20名獸困民眾 同日 湖北省武漢仍來有一輪暴雨 多處有漁澤國 道路被水煙沒 最深達1米 有居民被圍困 當局出動小艇隊穿著救生衣 以小艇在大街小巷展開救援行動 協助民眾疏散 7月2日 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民局通報 長江2020年第一號洪水 已經在長江上游形成 並啟動長江水漢災害防禦5級應急響應 而重慶的烏江武龍站 最高水位預料會高達193米 網上流傳 該事日前向居民發出洪水預警 並提醒4樓以下居民應提前做好準備 三峽大壩的入庫樓梁 將至每秒五萬立方米 達成長江水漢災害防禦5級應急響應的條件 而且一呼流量仍在持續增加 日增幅在每秒一千立方米以上 下游症嚴鎮以待 中國氣象監測顯示 今年6月1日以來 安徽、湖北、浙江、重慶四產的累計降雨量 為1961年以來同期最多 是近60年以來最高 單計安徽及湖北兩省的平均降雨量 已超過500毫米 沒錯 1961年 正正就是日華牧師出生的年份 並請明正2020年6月21日 完解香港亂象 神知視點看旗局信息 完全印證第四個活物 水平在與中國的關係 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要來的嗎 所有人員 全部起床 不要再睡覺了 關注火灶裡面的水 關注法門的情況 注意你死掉 好雨量成水位暴漲衝回陸基 眼見洪水就快淹過來 派出所援警扯破喉嚨 要居民趕快逃難 最初其實是有老暴的 但是因為沿途一直喊一直喊 然後天上的雨特別大 然後中途我們的車輛 不時的被落實擊中 後來腦袋也被損壞了 索性當地200人及時撤離 湖北強降雨也造成淹水災情 重慶也深受暴雨所苦 稻田被淹 山坡土石被沖落 道路烈得亂七八糟 土石流沖進民宅 居民餘寄有存 重慶烏江氾濫水淹沒街道 當局趕緊貼出告示禁止通行 安徽也發生山洪爆發 河水同樣淹沒道路 六月暴雨水淹中國 南方六成都市 六月份平均降雨量110.9毫米 並往年同期多12% 是1961年以來 大陸氣象史上總雨量前10名 氣象專家提醒 七月上旬 西南地區 指長江中下游一帶降雨過程 仍然頻密 而且與前期強降雨落區 重疊度高 請公眾切勿放鬆警惕 及時關注最新的天氣預報 預警信息 大陸南部城市成了雨不停國 居民淹水淹怕了 只是七月四號的六號 長江中下游一帶 又將沿來新一波暴雨 長江第一號洪水即將來襲 現在微博瘋傳這張重慶一出地區 接獲大陸當局的一份溫馨提示 僅構居民洪水水位 預估將達海拔193公尺 前四樓以下居民提前做好準備 好雨來襲後 降雨量將相當可觀 三峽水庫入庫流量孔 將達到每秒5萬立方公尺 大陸中央氣象台也認了宣布 北京將沿來陸汛以來最大強降雨 只是這麼多的雨水到底從哪來 重慶上月底 經歷80年來最大奇江洪風後 暴雨依然不絕 殉情未有顯著減輕 閉路電視鏡拍下驚人畫面 高速路段出現大規模泥石流滑波 令整段公路被吞噬 重慶市防順抗漢指揮部通報 暴雨以來萬至28個區員 洪路災害已造成近7萬人受災 一人因災死亡另有一人失蹤 爆發地頭 敬礙 關於敬礙 敬礙 敬礙 ruh咪 暴雨期間 麂岡區三港鎮 雷神店附近一排居民樓 被洪水直接從三樓住戶的窗戶和露台穿過 應成大廈瀑布奇觀 洪水傾射而下 畫面相當驚人 此外 長江一號洪風形成 嚴重威脅重慶及湖北等地 中國南方最近暴雨不斷 當局已經連續31天發布了暴雨預警 包括湖北、重慶、安徽都有嚴重的水患 而外界最關注的長江三峽大壩 昨天下午開始進行洩洪了 但加上了明天又會有新一輪的暴雨 讓長江中下游恐怕會承受更大壓力 中國長江流域長達一個月 天天受到彭土大雨襲擊 也讓當局宣布長江第一號洪水行程 2號下午三峽大壩進行洩洪 洪風流量達到53000立方米每秒 三峽水庫控制下雪流量35000立方米每秒 有效攔續削減洪風 中國防汛康漢總指揮部也在2號晚間8點 啟動應急響應中最低的四級應急響應 加強中下游防洪及救災工作 向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慶、貴州、雲南等地 發出了通知 並派出兩個工作組 造成道路中斷 3000多人出行受阻 水利部門趕到現場處置 但預計至少需要半個月才能恢復交通 我們現在初步的想法 就是派了專利的設備過來 準備先是通過蘇菌排行 然後我們再逐步採取加固設施 把這個河大採取疏通 垮到河體和道路 我們採取重新的維修維護 而中國氣象當局在連續31天發布暴雨預警後 因為強降雨範圍縮小 強度減弱 3號早成暴雨預警戒出 但當局也警告4號開始 南方地區又會有新一輪的強降雨來襲 與此同時 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表示 中國另一條主要河流黃河 也正式進入順旗 上中游地區 好大機會出現暴雨洪水 可能會出現較嚴重的順情 鄰居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消息 自7月1號起 黃河正式進入汛期 小浪底水庫已按照要求 降至汛線水位以下運行 7月1號到10月31號 為黃河浮丘汛期 相應的小浪底水庫汛線水位 分別為235米 據前期水文氣象預測預報 今年汛期降水總體呈現出 南北多中間少的空間佈局 黃河流域汛期降水偏多 黃河中上游地區出現暴雨洪水的 可能性較大 可能有較重的汛情 黃河水利委員會已開展超標洪水 防禦調度演練 並編制預案 積極做好各項應對工作 7月2日北京市迎離入信以來最強降雨 北京市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 黃色暴雨預警信號 其中門頭溝區、海澱區、窗屏區 防山區更升級至橙色暴雨預警 市植物園以及香山公園等129個景區 先後宣布暫時關員 轉移近1400名民眾 7月3日 內地極淺層地震不斷 國家地震台在凌晨4點07分 檢測到位於三峽大壩上游的 四川雅壩州發生3.2級地震 深度緊8公里 同日上午11點11分 貴州北截市客張縣再發生4.5級地震 深度緊13公里 本來四川以及貴州連日暴雨 已經可能會出現土石流等地質災害 再加上貴州再發生極淺層地震 令不少人擔心 將會爆發更大規模的災害 7月4日 長江水理委員會表示 長江今年的第一號洪水 已經在上星期二進入三峽水庫 當日出現每秒5.3萬立方米的水流速度 經三峽大壩攔截之後 水流速度削減了34% 長江中下游 洞庭湖和波陽湖的水位 超越歷史同期 偏高約0.8米至2.3米 並有持續上漲的趨勢 預料未來將有更多河流 陸續超過境界水位 當局要求加強巡查水庫 堤壩等的安全問題 並向溪落度 向加霸水庫和金沙江中游水庫排雄 以減低三峽的防汛壓力 7月5日 受持續強降雨影響 洞庭湖、波陽湖 以及長江中下游過流區間 水位明顯增加 全面超過境界線 最大超景幅度約0.5米至1米 上漲趨勢仍然持續 湖南省防汛抗漢指揮部 已決定 在5日12點起 將全省防汛應急響應 由4級提升至3級 環洞庭湖地區政組織人員 循庭查險 準備搶險物資 嚴陣以待迎戰洪水 7月2日 湖南張家界市的桑植員 遭暴雨襲擊 降雨量達175.5毫米 四段時間 有 nahi 要安排 蛞 四段時間 凌晨 至少 四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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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出現水浸 据現場片段 原本是停車場的路面,變成一片汪洋 彷彿一個與鄰近江口相連的港口 北門橋下有巴士、私家車等被淹沒 水位高至半輛巴士,完全看不見私家車 當地救援部門出動吊車,將被淹的車輛打撈上岸 同日,湖北省氣象局將重大氣象災害暴雨應急響應 由三級提升至二級 並警告未來幾日湖北暴雨將會持續 部分地區或會出現短暫暴雨、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累計雨量100至200毫米,岳東局部地區甚至可能超過400毫米 長江漢口站水位達到境界水位27.3米 流量每秒5.29萬立方米 為確保航行安全和市民出行安全 武漢渡輪按照防信搶險預安全線停航 全國多地繼續受暴雨影響 岸費省19條河5個湖超出境界水位 攝縣出現河水渡灌,整條街都被淹沒 水位和車一樣那麼高 原定星期二進行的高考要全部取消 黃沙這條車路就被洪水衝出一個百米的大洞 這條被劃入國家重點民保單位的鎮海橋都被洪水衝毀 岸費宣稱一條建於明朝有400多年歷史的古橋同樣滴不過洪水 當局已經派專家到現場檢查損位的情況 繼三峽大壩和黃河小浪底水庫在6月尾洪之後 浙江新安江水庫都在星期二打開三個洪水閘 是市隔9年之後再次洪水 當局說水壩的水位已經超出境界線 預計未來暴雨會持續,水位會繼續上升 今次的洪水是非洪不可,下游有30多萬居民受影響 在水庫下游的建德市要疏散6間沿岸賓館 一共230名酒店旅客,當地應急管理部說 所有民居都在安全線上 如果是山洪泄洪,就在我們所設的位置 可能就要磨掉了 如果說是可能會開五孔的話 我們大概會到水位會到什麼樣的地方 如果到五孔的話,一般來說在現有的水位上 現在的水位還要往上長三米多 差不多就要到大門的窗戶 窗戶的地方 國家防辦應急管理部預計暴雨會持續 警告長江下游流域可能會全部超出水位境界線 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視長江和泰湖流域的防範應對工作 截至7月3日,中國暴雨養成的洪災 已先後造成貴州、四川等26省 共1938萬人受災,121人死亡以及失蹤 除了洪災以外,中國的雲南、四川、山西等地 今年亦因為旱災,導致1187萬人受害,損失67億元 加上洪災影響,中國今個上半年 已因為天然災害損失高達483億人民幣 中國應急管理部負責人表示 入信以來,全國有75個縣市 日降水量突破當月極席 部分地區的降水量甚至打破當地的歷史紀錄 現時,全中國共有277條河流 發生超景異上的洪水 長江一級支流奇江,更發生自1951年有資料以來 歷史上的最大洪水 除此之外,鄰近中國的緬甸 7月2日,緬甸北部知名的柏錦肉礦場 遭暴雨後突如其來的土石流掩埋 當時,很多礦工正如常工作 黑陰邦消防單位表示 事發後已發現至少50具屍體 現在緩行動仍在進行中 蒙古麏 總理屍體 最高級的蚌子 截至7月5日 当地消防队消息指 旷工门受困在一堆垃圾里面 目前已知死亡人数至少174人 另有86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 日本方面 7月4日 日本九州洪本院以及鹿尼岛院等地 遭遇规模达几十年一见的暴雨 多地录得破纪录的降雨量 引发多处河水泛滥以及山泥倾射冲毁民房 至少18人死亡 7人失踪 洪本院多地的降雨量 每小时达100毫米以上 12小时降雨量超过300毫米 其中水雨市更录得415毫米 洪本院以及鹿尼岛院 发生至少16宗山泥倾射 盧北丁以及军内木丁多处文宅 更租泥石楼或洪水沖毁 媒体从上空拍得现场惨犯 球磨村泛滥 淹没人吉市以及八代市广泛地区 水位在短短10分钟内淹没桥面 沖毁降扣深水桥以及西賴桥 沿岸市区不少人爬上屋顶或高层等待救援 但是多地道路断裂 令救援工作受阻 部分人要由救援船或直升机救出 九州电力公司表示 载区约8000户停电 球磨村几乎所有用户都未能恢复电力供应 JR九州新干线 来往鸿本至鹿尼岛之间的服务 也随之宣布暂停 气象厅发布大雨特别警暴 将级别提高至最严重的第五级 并向两院9万多户 超过20万人发出避难通知 首相安倍晋三指示 政府会以人命为先 全力制定灾害应急对策 并派遣1万名陆上自卫队队员 以应对星期六或持续更久的雨灾 7月8日日本九州持续暴雨 各地灾情扩大 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56人 没错 正正就是终极知名的共同信息的56 红本苑球磨村的护鲁苑千兽园 在上星期六已被染浸 约70名住者中有14人死亡 职员受访时指 他们在当地时间清晨约5点 即反栏前以唤醒长者 当时护鲁苑地下以水浸 浸至脚华 但洪水突然冲破窗口涌入 令家具浮起 九州地区足后村和山国村流域里面 多条河流超过境界水位 在短短一日之内 降下了整个月的雨量 多座大坝紧急开集洩洪 当局队福岗 红本 长期以及大分四个元 共127万人发布避难指示 最近日本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除了武汉肺炎疫情在东京似乎又卷土重来之外 在九州则是还面临了暴雨成灾 已经造成了56人死亡 11人失踪 当局队福岗 雄本 长期 以及大分四个限共127万人 已经发布了避难指示 而且这波封面还一路北上 影响到本州的南部 还有四国地区 滚滚泥流 宣泄而下 分布清楚河道和路面 沿岸建筑瞬间成为孤岛 救难人员带着民众涉水逃难 直后川流经大分线的支流 在7号上午传出泛滥消息 由居民当场被大水冲走 猛烈暴雨重击日本九州 各地土石流淹水平传 福岗道路积水 驾驶只能放弃爱车报名 作业队推着救难小船 将灾民带领淹水区域 回想逃难经过 每个人都是心有余悸 死亡案例几乎都集中在雄本县 包括沉默川在内 当地多条河川超过泛滥水位 滚滚洪流越过堤防 涌进住宅区 就连国宝古鸡都没逃过一劫 亲近阿苏神社前的拱桥栏杆 全被冲毁 好几辆车被冲进下方的荷花池 这波封面7号跟一路北上 因本州南部和四国地区都降下暴雨 气象听警告 于是至少会持续到8号左右 再需要严防第二阔灾情 显然 现时整个世界发生的瘟疫 以及各样自然灾难 都进一步明证 四马审判经已全面展开 因证神赐予石安教会的终极之名 就是神已死亡成为全世界的审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